欢迎两位 你们现在还在读书是吧 等于准备毕业就要结婚是吧 暂时还没想 那你们大学是在一所学校里吗 不在同一个城市 异地啊 但是就坐火车嘛 两个小时就到了 谈了五年恋爱了 那今年大几啊 今年大四 那高三那年开始谈的是吧 对 今天是谁要来的 他要来的 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 我们俩谈五年了嘛 现在已经订婚了 我就觉得没有安全感 他觉得我极端 我俩就经常吵架 也想过要付手 但后来都因为手都没分开 就想来改变他 然后就刚开始的话 他对我挺好的 后来发现他变了 就大姨做兼职那会儿 去四桌做兼职 他姐刚好在那儿做生意 我们就住他姐家了 他姐就说我配不上他 还把那个旧衣服拿给我穿 我觉得吧 我表姐她并没有那个意思 如果那些旧衣服扔了的话 也挺可惜的 再说了我们那时候 也是农村过来的嘛 就不需要那么讲究啊 那虽然我是农村的 那旧衣服拿给我穿 什么意思啊 本来你姐姐就看不起我 然后我就跟他商量说 出去住吧 但是出去住那段时间 就发现他跟一个女生聊天 聊得挺暧昧的 也就是说其实从大一开始 你就发现他在跟女性聊天 有这事吧 早就不聊了 然后后面他就一直在那儿说嘛 我也给他保证了 所以后面这事也就算是过去了 过去之后呢 过去之后我就发现 他做的事有点太极端 让我接受不了 他做什么极端的事啊 就有一次吧 他拿着我的手机 在那儿看我的聊天记录 还登陆那个营业厅的官网 直接把我的通话记录都给调出来 然后对着上面的电话一个一个打 打完之后我就不乐意了 我就跟他吵嘛 然后他一气之下 就直接说要跳楼 那我能够真跳楼吗 我傻呀 我还真跳下去了 那你不说没媳妇 你打一辈子光棍吧 为什么你跳下去了 他打一辈子光棍呢 那还找得着媳妇吗 不是还有那个女生了吗 我觉得我长得比他漂亮 那你干嘛还查他的那个 那他觉得我极端 我还觉得他极端 他有好几次都想动手打我 打没打 想打但是没打 想打但是没打 接着说接着说 那这就怎么极端了呢 那我们就又去做兼职嘛 就是因为那个工作看法不同 他就跟我起了争执 我就说我生气了 你别说了 他一直那叨叨叨 说个不停 我当时就生气 推他 他怎么做的 他直接把我推到地上了 那九十年当时是这样的 他就推了我一下 我就差点被车给撞到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 我就推了他一下 把他推倒 然后我也没管他 我就走了 那地上那么凉 你就走了 不不不 你介意的是地上凉 不是他推你是吗 不是不是 姑娘 哎呀 是推啊 我是跟不上 我这脑细胞真跟不上你了 来来来来来 我试着跟一下啊 来来来 还有意思吧 就是我们两个出去玩 他就一直在那玩手机 打游戏 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说跟他说 哎 你能不能陪我会儿 他当时大吼大吼 他说你给我过来 然后抬手就露去我脖子 我当时也是生气嘛 不是 那当时发生了什么呀 就在玩手机 怎么突然就跳到 搂脖子了呢 我没听懂 他就看我在那玩游戏嘛 你在那玩游戏 然后呢 然后他就生气了 他生气了 就直接给我 抢了过去把手机 他把你手机抢了 然后就在那捣乱嘛 然后你呢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就本来想吓唬他一下的 但是我就搂着他的脖子嘛 反正在气头上是吧 对对 那你气头上也不能勒我呀 然后我给你道歉了呀 这不就过去了吗 那你给我道歉了 我就因为就所有的事情 都没有安全干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 要么就分手 要么就订婚 他也觉得我俩谈了好几个 要不就分手 要不就什么 订婚 所以订婚是你提出来的是吧 他勒完你之后 你对他说 我就是逼着 要不然就分手 要不然就订婚 我当时就说的 我就生气说的 姑娘你好有勇气呀 你就订了 就因为这么多事情 而且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也差不多应该了 订婚之后 是不是好点了 姑娘 没有 就是他变得更加严重了 更加严重 都哪些事严重呢 你跟我们说说 订婚的时候 他父母给了财礼钱 就冲到那个银行卡里面了 刚开始绑定的是他的手机号 后来我一买东西 他手机就提醒 他就问我这些钱花哪去了 能不能少花点 我就特别生气 这个我肯定要管 订婚的财礼钱 本来就是我家里借的 就不是我家的 然后我肯定要让你少花一点 那钱是不是我的 我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那你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你想过以后吗 再说我也没有花过你的钱 你怎么没花过我的钱 你当时还想着把那个财礼钱 还那个住学金贷款呢 那我也没有还 我花你的钱不都是还你了吗 你花我的钱怎么不还给我了 那我能跟别人一样吗 我是你的未婚妻啊 你是他什么人了 就刚才说 我就说我是他未婚妻啊 你跟别人一样吗 对他来说 我觉得也不一样 不一样你还不考虑他的感受 你上学都要用住学金上学 你那财礼钱还不 踏踏实实拿着 你还乱花 不是我也没乱花 就是主要是 我一块钱 他就问我花的每一分钱都去哪 你是他什么人 未婚妻啊 行吧 接着说吧 他老是听他妈的话 也感觉到根本就不重视我 本来说结婚的事 我妈就跟他说 让他那个付首付的钱 然后他妈就不愿意 说那个彩礼钱都是借的 他跟我们家说 要么就这样吧 要么就算了 然后我当时就问他什么态度 他当时就跟他妈的态度是一样的 那我妈说的话 对的我肯定要听 那你光说我了 那你这订婚前后 你也没有什么改变啊 你已经在严重限制我和别人的正常交往了 你知道吗 就有一次吧 我带了一个高二的女生 跟家教 然后他知道了可好 直接给那女生 家长打电话 说不要让我男朋友去带了 你说这让人怎么理解 他跟那个女生 你说戴家教 怎么跟他聊得那么好 他不是他学生吗 但是他妈那时候给他那时候 要不那个什么 我对你看得挺好的 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 还说要不可是不是再给你加一点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招上门女婿吗 就说话说的 他觉得是在招上门女婿 哎呀这小醋坛子啊 所以今天你们俩来是干嘛的 我就想看能不能改变他 你来干嘛 我就觉得他做事有点极端 没有给我足够的空间 所以我也想让他做一些改变 行 我来问几个问题啊 如果他把彩礼退给你 分手可不可以 不分 不用退彩礼 直接走行不行 行啊 把彩礼退了再走行不行 也可以 也可以 我又不在乎那六万八十块钱 语生你看有态度啊 马上毕业了吧 马上毕业了 毕业有什么打算吗两位 就找工作忙 去哪啊 到哪个城市 你们俩商量过吗 商量过 济南 商量好了 去济南 达成一致了 是啊 工作开始找了吗 找到了吗 找到了 你们在异地的时候 一个星期见几回啊 有时候要隔上 两三个星期 或者三十个星期 那平常靠什么来维系 你们之间的感情呢 就通过电话 QQ 通过电话和QQ 是还挺不容易的是吧 男生我看你怎么了 你怎么就动情了呢 咋了 我觉得 这么多年了 挺不容易的 这么多年挺不容易的 女生呢 她也哭了 咋了 我就觉得我挺委屈的 你委屈啥 你说出来吗 就是我总是对她付出很多 她都不懂得去珍惜 这就叫冤家 我跟你说 女生的难受是在于 我给你那么多 你为什么不领情 是吧 姑娘 是 男生心里是说 你给我的我不想要 是吧 下一步该怎么走 各位老师 来 一起进入 修比特问卷 抛开你们两个人的爱情问题啊 先说说两个人 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特别幼稚的孩子 就定下了婚约 你们明白结婚的意义是什么吗 明白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吗 你们对于未来的人生还有规划吗 没有 没有 也不明白婚姻是什么 但是反正就这么轰轰烈烈打打打闹 我觉得两个人都爱得特别轰轰烈烈 都深爱彼此 然后都觉得自己委屈不容易 妹妹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啊 你说她表姐看不起你 没有别人看不起谁 只有自己看不起自己 因为你自己觉得我是农村的 你会不会觉得我低你一等啊 所以你就会觉得她把衣服给我 就是看不起我 你心里有心魔 你觉得自己就是比她低一等 所以她不要的衣服就衣服给你穿 然后你说要么分手要么订婚 结婚就让你有安全感了吗 你是觉得全天下的女人都非她不嫁吗 都那么喜欢她吗 结了婚还有离婚的呢 婚姻是水到渠成的 不是说我逼你 你必须娶我 你不娶我的话 你给不了我安全感 你嫁给她有什么安全感啊 再者安全感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你天天疑神疑鬼地去查她这个 查她那个 干涉这个 干涉那个 你知道人都是有反抗欲的 她现在还听你的呢 你们未来再往下走 她翅膀硬了有一天 你越让她干什么 她越不干什么 你怎么办 再来说彩礼钱 如果你真的爱她 这钱是他们家借过来的 你花的时候不心疼吗 我那么爱的男人 家里面那么困难 为了给我凑这六万八 我是不是应该把她作为 我们两个人以后 共同创业或者致富的一个基金 存着 让我们两个人以后日子好了 好孝顺父母 你居然在质疑说 我花一点 我花一点钱怎么了 你还盯我花哪了 这钱是我的 如果真的你把这钱当做是你的 我告诉你姑娘 那你就太把自己降低身份了 你们两个人应该把这个钱 用到正地方 况且她还有助学贷款呢 别太自私了 别想着她要怎么怎么改变 你要对我好 好是要不来的 先让自己变得更好 再想着 让对方怎么样跟上你的脚步 共同进步 好吗 好 男生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就是既然都瘦到现在了 如果你能接着瘦下去的话 那就继续吧 好 谢谢 谢谢莎大老师 来 许总 别看你们五年 但是我相信 你们之间缺乏深层次的沟通 你们俩各自落泪 可落的都不是一件事 都在为自己落泪 男方本身其实不具备 现在给彩礼的实力 借要给你 女方 钱好就能说明一切问题吗 钱只能说明你自己给自己标的价 你觉得这个男孩可能随时会离开你 你可能只能是通过 一些极端的方式来抓住他 他是有过一次暧昧的行为 你始终给他不信任 情侣之间缺乏沟通 自信 不信任 孩子好好想一想 想一想问题出在哪 安全感是这么要来的吗 男孩 委屈吧 没有自由吧 但是你咎由自取呀 改变自己 你能让他感觉到安全 这种远距离 觉得你也是 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的安全 好吗 解决沟通 自信 不信任 我觉得 自然安全就来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曲总 来 图老师 男生先哭的 女生后哭的 男生哭的是 感叹这五年来不容易 而且这种不容易 更多的是你的不容易 女生哭的是说 她自己很委屈 通常我们理解委屈 是自己一片好心 遭到了误会 所以我们委屈 但你的委屈所指的是 我付出了太多 而你的付出太多 是什么意义呢 你认为自己 损失了太多 就像最初他追求你 你是拒绝了他 他的长相身高 都不是你所想要的 对吧 后来你才接受了他 你一直认为 自己在下架 你一直认为 我在妥协 退而求其次地 找了男生 无论长相身高 还是家境 我都妥协了 所以我在这个男生面前 就应该有优越感 我应该可以查他 可以质疑他 甚至当一个男生 在用助学贷款 来求学的时候 就是逼着你拿彩礼 我也要跟你订婚 你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存在感 或者说是优越感 这是十分愚蠢的行为 当你选择了一个 自己所爱的人 就不应该在 彼此的感情生活当中 有高低之分 总是要去强调 我嫁给你 或者我找你 我是吃亏了 那样的话 他不快乐 你也不快乐 其次 你所认为的 你与他之间的差距 怎样才能够抚平呢 难道就是他应该 老老实实地待在你身边 什么东西都向你抱贝 时时刻刻 抬起头来仰望着你 你才认为 自己心里感觉到平衡吗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因为没有平等的基础 那还谈什么爱呢 一个人如果真的爱对方 恰恰反而要刻意地 求的一种平等 不要让对方有压力 所以其实你啊 这些年来一直在靠 刷存在感过日子 而对于男生来说 你觉得自己不容易 其实说实在的 你再拿着助学代款 就不应该应他所求 去拿所谓的礼金 你这样弄得自己 很没志气 所以你在哭 你的不容易 事实上说 我五年来我太压烟 他在靠刷存在感过日子 你在靠给他存在感过日子 而给别人存在感 就要让自己忽视 现在很多网上的短视频 我经常看到 有那种场景 火车已经开动了 一男生在外面 一直跑一直跑 然后呢 下面就有一行字 这就是异地恋 哎呀 看着挺感人的 我也知道这五年来 虽然火车两个小时 就能到达对方 能够看到对方 但是你们可能 也有类似的场景 在站台上追随 每次见到对方之后的 那种相拥而起 这五年的确是不容易 我都在想 一个靠刷存在感 一个靠给存在感 能够坚持五年吗 应该不止这一些 你们应该有真爱 所以如果说 真的如果彼此感叹 在这五年当中 彼此的付出 那就把这种 所谓的差距 把彼此互相平等的身份 给对方 你们不是要去 山东济南吗 每个人找一份 属于自己的工作 先把感情淡化下来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到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靠本事说话 你们大概会通过 这样的一种转变 来告诉自己 平等是尊重的基础 缺失的平等 在一起都不快 好 就这样 谢谢老师 好 谢谢陀老师 我给你个建议 定金先退回去 你们去济南 你们真有本事 俩年轻人 干两年 存的六万八 不是个大叔 这年代只要你努力 我说的对不对 对 女生 这个需要你跟你的家人 重新来更新一下观念 你们是现在的年轻人 用现在的方式来恋爱 其实我们俩相爱 跟其他的东西 都没有任何关系 他的父母会因为 你这样的举动 包括他 他们会在心里面 会有所感受的 然后你们俩就踏踏实实地 在济南工作吧 工作两年以后 你们再有问题 我们欢迎你们再回来 喜欢他以后多关照他 好吗 两个人都不容易 加油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发红堂 真情六十年 这么多年了吧 我觉得 我们两个在一起 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也不想 就是 因为 因为这一点小事 然后 两个人就分开了 听了老师的话 我知道 自己可能 有些方面 做得也不好 以后我也会 多关心你 然后 给你足够的安穿感 我 没有说 要控制你 自由 我只是想 让你更多地 去在乎我 我也知道 我前面所做的事 都是错的 对不起 听了老师那么多话 我以后会改的 我希望 我们也能 好好地走下去 好 谢谢两位 回去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选择 请开门 好 好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请回吧 来 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我觉得吧 我还欠你一个订婚 真正的意思 因为在当初订婚的时候 并没有给你一个意思 我希望我们不要再添一枪了 好好地往下走 来 请亮灯吧 来 送给你们 你们俩如果这个十年以后啊 还能因为一些事情 抱在一起 相拥而弃 我相信你们就幸福大了去了 好好珍惜彼此吧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本来就没什么妄计